为了因应普里地区未来可能发生的缺水问题 自来水公司普里站 日前在普里镇公所召开说明会 主任魏金龙表示 目前普里镇采分区减压的供水措施 若是到6月份没下雨 普里自来水供应将会面临分天供水的情况 因此借由公所邀请里长以及相关人员举办说明会 希望借此将未来自来水公司的措施 能够宣导给民众了解 大概从这个礼拜五开始 那我们会针对比较几步地区 隔日减压隔日增压的这个动作 来确保大家都有水可以用 这一段我们普里的水情还没有那么严重 那如果说我们的盐水量如果一直不下雨 那盐水量少于大概我们的80%的话 那可能就真的要实施分区轮流供水 预估的话可能会到6月份如果一直不下雨的话 通通不下雨的话到6月份可能就会 盐水量就会短缺到80%以下 先议员陈宇军表示缺水是目前全台都要面临的问题 也希望中央单位能够针对管线老化做全面性的胎患 并且针对民众用水问题也要多做节水的宣导 让民众能够珍惜水资源 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要呼吁中央政府 必须要针对这个温管法去重视之外 对于这个气候变迁会造成民生用水 农业的部分产业部分各方面的影响 也要做一个通盘的规划 里面包括比如说我们自来水的这个更新管路的这个部分 否则呢每一年有14%这个管路呢 因为破旧老旧而以至于漏水非常的严重 我想这是我们中央政府可以做的 那再来就是对于民众在用自来水的部分呢 我们要加以去宣导怎么样去节约用水 让民众呢能够去珍惜我们的水源 副医长潘一辰表示 因为今年的雨水不足 缺水也是民众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虽然埔里地区目前的民生用水并不缺乏 但也是希望民众可以共同来节约用水 爱惜水资源 记者陈伟一 普里珍采访报道